第三章 毛泽东的选择 毛泽东为留学的事去了北京 为何后来态度就转变了 除了阳开慧 另一个潜在的原因 就是北大图书馆的经历 让他对知识分子有了新的认识 那个时候的毛泽东 是温和的 一心想要探求真理 北大图书馆有各种好处 但也有一个现象 让毛泽东非常心寒 就是知识分子特别虚伪 教授们个个鼎鼎大名 但似乎只在意名利 对于身份低微 没啥名声的毛泽东视而不见 即使毛泽东本人 想要和他们探讨一些问题 人家也没空理他 按毛泽东的话说 他们都是大盲人 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话 教授们的工作是啥呢 其实很简单 除了吃喝拉撒睡之外 主要干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和权贵们搞关系 牟利 另一件事就是围绕各种主义转圈圈 争名气 当时有很多主义 政府主义 过激主义 民生主义 社会主义等等 仅社会主义一项又分为 基尔特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王一堂的社会主义 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 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 仿佛每个人都有一个主义 没有主义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 但每个主义好像又不管用 是不是很烦 当然很烦 不仅毛泽东很烦 连大明星胡适都很烦 胡适对毛泽东影响颇大 胡适生于1891年 安徽纪西人 家庭生活上 缺失父爱 教育经历 念过私塾 上过各种学校 15岁考取美国公费留学 在美国一驻就是11年 学过农学 文学 哲学 他读书很多 兴趣爱好广泛 13岁开始写文章 因一天提倡白话文的 文学改良厨艺而名扬天下 此后写过很多文章 涉及很多领域 他的名气很大 赢得无数博士头衔和教授贵官 从这些经历看 胡适是一个知识分子 行为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圈子 对那个圈子之外的了解 仅限于文字 胡适本身就是白弄文字的 常常谈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 面对主义泛滥的情况 胡适告诫大家 多研究世界问题 少谈点主义 所谓那些主义 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口水账 自欺欺人的鬼把戏 很多人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 开口就出来了 还以拯救中国的名义 那种情况下 跑出去留学 基本上还是 学一大堆主义回来 有什么用 毛泽东很困惑 他曾经就是否出过留学的事情上 和胡适沟通过 胡适的答案 留在国内 多研究一下实际问题为好 胡适的观点 触动了毛泽东 当时的胡适也是名满天下之人 潇洒 帅气 风堵田田 而且他只比毛泽东大两岁 对毛泽东影响很大 日后两人成为敌人 原因是 胡适只是自由派知识分子 政治军事上的白痴 对马列主义的战斗性避而远之 毛泽东当时还没有想枪杆子的问题 想用笔杆子干一番事业 所谓笔杆子干事业 极限也就是陈独秀和胡适那个段位 如果想走胡适的路 按道理应该像胡适一样 留学一段时间 出口转内销 然而毛泽东和胡适有很大的不同 胡适的圈子就是知识分子圈 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在美国 了解各种知识 但不了解中国 毛泽东正儿八经的农民出身 底层上来的 了解世界上的大多数 在中国不了解农村 干不了实事 之前的革命者或现当代实业家 基本上都是从农村出来的 真正促使毛泽东 留在国内的决定性因素 还是他自己 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 留在国内探索问题 有很多好处 好处之一 看各种译文书籍 很快就能获取更多知识 没必要万里迢迢跑去海外学 好处之二 在国内研究自己国家 古今各异的知识和制度 可以和西方的东西做个对比 这两个观点已经与众不同 因为那年月 大家对中国传统的东西 是不屑一顾的 所谓五四运动 主要目的就是要和传统的一切决裂 毛泽东能有如此认识 说明已经非同凡响 更为非同凡响的还在后面 毛泽东认为 在中国做事 离不开中国这个地方 离开了这个地方 反而不熟悉这里的人和事 会本末导致 两千年前 子路向孔子请教 如何侍奉鬼神的条条框框 孔子意味深长地回答子路 未能是人 言之是鬼 翻译过来就是 连你熟悉的眼前世界都搞不清楚 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事干什么呀 要问毛泽东为何不出国 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 了解的还不够 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直白了说就是 对自己的国家都不了解 跑到国外搬一大堆条条框框回来 有啥用 历史证明 在中华大地上 任何外来的思想系统 想要发生影响 首先要落地生根 首先要和中华文明兼容 并且以中华文明为主体 因为中华文明 是人类历史上 唯一从古文明进化而来 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 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 那个时代 毛泽东比其他革命者更早更深刻地看到这一点 比方说周恩来 经历一系列挫折之后 方才认识到这个问题 方才认识到毛泽东的重要性 从这个角度 可解释毛泽东为何放弃去欧洲流血 从这个角度 可解释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的观望心态 从这个角度还能解释另外一个问题 工运时代毛泽东的表现 工人运动是早期共产党主要特征 毛泽东原本有机会大展身手 最后却寂静无声 这个过程常常被忽略 但却异常重要 因为这个过程中 毛泽东认识到两个问题 毛泽东认知之一 枪杆子很重要 毛泽东认知之二 是比枪杆子更重要的认知 中国力量在农村 但是1920年的毛泽东还是温和的 既没有完全明白笔杆子的重要 对枪杆子也没有啥认识 帮他认清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人 一共有三个 分别是张静尧 陈独秀 蒋介石 从幻想家到梦想家 毛泽东当初进入湖南师范 就想将来当教师吃饭 毕业之后 虽然成了革命派 尽管通过一系列冷静思索 冷静地选择了放弃出国进修 但依然是个温和的大哥子 当时的毛泽东带着一种书生意气 设计理想的社会蓝图 创造新学校 实行新教育 让农村学生办公办读 再让这些学生创造新家庭 联合在一起组成模范村 那里有公共学校 图书馆 公园 工厂 农场 等等 那些模范村 会组成一个模范国家 总之 融合了桃圆明的桃花园 摩尔的乌托邦 柏拉图的理想国 以及空想社会主义 彼时的毛泽东 算什么呢 应该说 在幻想家的前面 再加两个字 革命幻想家 他的视野还不够宽广 思想还没有定性 具体表现在政治诉求上 当时毛泽东虽然接触了社会主义 但还没有想去实践制 他还在追求 湖南的事 应该由湖南人解决 一省一省解决问题 这个是不是很眼熟 不错 就是连省自治 为这事 陈炯明和孙中山翻脸 开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 搞得孙中山狼狈逃走 蒋介石前往救驾 赢得孙中山信任 这是后话 毛泽东那一套 在当时社会环境中 实现的可能性为零 行动还没有开始 赢面就是一盆冷水 泼水人 湖南都军 段祺瑞的大将 惋惜军阀张静瑶 张静瑶身上有军阀全部特点 生性贪婪 作风野蛮 行动无能 还没能够真正认识笔杆子作用的毛泽东 当时就试图耍笔杆子 希望如陈独秀那般呼风唤雨 为了鼓吹个人观点 毛泽东搞了一份周刊 叫相互评论 宣传自己的一套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 吃饭问题最大 什么力量最强 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顺便追求自由民主什么的 野蛮的张静瑶对此非常反感 担心毛泽东的笔影响自己贪污受贿 以大兵队秀菜的方式封了毛泽东的报刊 毛泽东当时身无分文 胸中韬略全靠一支笔表达 张静瑶封了毛泽东的报刊 相当于封了他的笔 毛泽东愤怒了 带领学生罢课 声称张静瑶一天不滚蛋 学生一天不上课 按说知识分子的一张嘴 对枪在手的军阀是软弱无力的 但是张静瑶不同 除了贪婪和野蛮之外 还很无能 因为贪婪和野蛮得罪一大帮湖南人 却又无能力摆平那帮人 所以滚蛋了 但毛泽东没得到任何好处 新来的都军叫谭颜凯 蒋介石把兄弟 当时蒋介石还不得知 谭颜凯表面上开明 实际还是一个样 这事对毛泽东触动很大 现实是残酷的 没有幻想余地 他心中那种幻觉逐渐褪去色彩 但他依然有一个梦 希望用笔杆子改变现状 成就那个梦想的是陈独秀 打破那个梦想的则是蒋介石 陈独秀让毛泽东 从一个革命幻想家 推变成一个革命梦想家 所谓革命幻想家 就是想法和现实不搭掉 张静瑶一盆冷水 颇醒毛泽东 年轻人 不要幻想 毛泽东冷静之后 丢掉幻想 所谓革命梦想家 就是想法有可能变成现实 陈独秀告诉毛泽东 只要去奋斗 梦想终究能实现 毛泽东跟随陈独秀 奋斗了一段时间 却没能实现梦想 五四运动三课巨星中 毛泽东很钦佩 作为知识分子的胡适 但和他志不同道不合 无谋可言 接触有限 共产主义在中国传播 早期主要得益于 李大钊和陈独秀 二人的地位 相当于中国的 马克思和温格斯 但二人对毛泽东的 影响又不同 如果说 李大钊把毛泽东 带入马列主义世界 那么陈独秀把毛泽东 从马列主义世界 带到现实中来 毛泽东和陈独秀的关系 相当奇特 当初湖南师范的毛泽东 捧着新青年对朋友说 前之谭四同 今之陈独秀 其人者 魄力颇雄大 成非今日俗学 所可比拟 五四运动 陈独秀身陷牢狱 毛泽东专门写 陈独秀之背部 及异议一文 文中说 陈军之背带 绝不能损及陈军的豪默 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 与心思潮 使他越发光辉远大 政府绝没有胆子将陈军处死 结尾处高呼 我助陈军万岁 我助陈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即使到抗战 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共领袖的情况下 仍然对思诺宣称 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保刊被查封之后 毛泽东逐渐明白 光靠比宣传吃饭问题是不行的 一个人战斗是不行的 一盘散沙式的战斗也是不行的 郁闷 彷徨 想要呐喊 就在那个时候 陈独秀写信给毛泽东 鼓励并委托他在湖南 搞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时间是1920年11月 毛泽东27岁 五个月之前 陈独秀已经在上海 搞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之前在李大钊影响下 毛泽东读过一些马列书籍 对共产主义已经有相当了解 但还没有和中国现状联系在一起 没有付诸实践 陈独秀的信是一个契机 促使毛泽东把共产主义 和中国现状联系起来思考 思考的结果 干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毛泽东 继身为中共创始人之一 当时周恩来和邓小平 正在去欧洲的路上 刘少奇想去欧洲而不得 转而寻求去苏联 朱德身陷军阀战争 彭德怀不满军队黑暗 而加入秘密组织 林彪还在安恋陆若冰 当时的欧洲正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得到验证而欢呼 但政治军事并不稳定 列强正在谋求绞杀新生的苏联 列宁正带着大家为了生存而奋斗 当时中国境内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正在和缝隙军阀开战 孙中山正面对无休止的军阀奋战烦恼不已 蒋介石还在为了前途问题苦恼 日本趁苏俄内乱之际正加紧在东北扩充实力 天下大乱 民不聊生 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还都是秘密组织 原因之一 理想太丰满 解放全世界 实现共产主义 原因之二 现实太残酷 要实现那个理想 要消灭世间不平等 换句话说 要和当时世界的权贵为敌 感谢观看